老花一美子一大回答一下出门的样子 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枝子花买了两个星期 这样了还有救吗 没救了 你看你用个 老花你说那枝子花洗水 然后你就用了一个透明的盒是吧 一点水都排不出去 这时间长不泡坏了吗 我就跟你说 我大舅子喜欢玩水 好家伙 你用个生态缸 你给它养起来了 当养鱼一样 你说我大舅子能不擀吗 它洗水是洗水的 不是你这么个玩法 没救了啊 你换盆就跟人穿鞋是一个道理 你要透气 你不透气都完了 你不烂吗 没救了 下回注意吧 下个抽包 平安树一直是那样户 有褐色斑点 这个就是第一个 是缺乏营养 你看黄木垃圾 第二个呢 是欧根 你看你用的这个盆很深 它烂根 你想要植物长的话 在这个根部一定要透气 浇了水能流出去 明白吗 干湿循环比较快 一定要透气 这才能把植物养好 不论什么植物都相同的道理 这个就是欧根 根烂了 它肯定吸不上去营养啊 你这个时候 我一跟他说 去要肥 它滴鲁呱呱呱就上肥了 它本身那些烂掉的伤口 烂掉的根 它都带着伤口的 你用了这个肥料 就相当于伤口上 狂妄的撒烟 明白了吗 所以说先怎么办 先控水 撒菌 等下一回的时候 对着肥料一起来就行了 明白了吗 下周宝 这个茉莉能抢救一下吗 老花姨 别抢救了 我跟话门说过多少回 我说你买茉莉花 你就给娶媳妇 找女朋友是一个道理啊 你要找年轻漂亮的 人家你弄个这么 这么苍苍的 你跟我大舅子不一样 我大舅子 我当时都说 老花姨 我找了个女朋友 多大 五十几 但是她六十大寿 送我法拉利 OK OK 你看你买这玩意 它又不送你法拉利 你养这玩意干啥 它又不能给你开花 又不能给你结果 对不对 它还不能给你法拉利 你买这玩意干啥 本身生命力就很弱 老花了明白了吗 还没我当舅子聪明的 没舅了 别买老装 别问为啥 你要问的话 我一说就很多人 又开始骂我了 它其实就是 你知道茉莉花茶 好一朵茉莉花茶 你知道 淘汰的 知道了吧 人家都用剩下的给你的 下周玩老花姨 请教一个问题 我家的无尽像绣球 涨了一大片 但是都没开发 不知道修剪出了问题 怎么着了 怎么剪 马上八月份了 七月十六 八月到冬天剪 冬剪 冬天的时候重剪 平查 你见过 就留这么高 没个照片呢 下个周保 我的百合 这样了 有养下去的必要吗 有 它球又没死 对吧 你说心若在 梦就在 它心都没死 上边的心死了 它下边有嘎拉球 嘎拉球没死 就一样一样 它只要球 经历一个冬天的低温春化 第二年 你可能有五六个球 它长出来 你知道吧 它能长五六猪 如果你在北方的话 你就地争 如果你在南方的话 就驾到北方之后 这个当驾撞 然后地争 放冰箱有点不现实 广东那边有的花柔 养的时间长了 他能去尝试 新手花柔 我建议你种地争 下个周保 帮我看看 怎么回事 三天了 怎么解救一下 你这个 有点妖娃吗 扶起来 用个杆给它织起来 就担架 拐杖 卖拐 给它组上拐 它不缺 它不缺啥的 缺了 给它织起来先 先让它精神起来 然后浇水的时候 记得把拖盘里边的水 给它倒掉 花瓶稍微垫高一溜溜 表面的组 稍微挖起来一下 给它织起来 你要不时间长了 你这个拖盘里面老是有水 它没法呼吸 不呼吸就不长根 你明白吗 你别看你住这么大房子 我把你房子里面氧气 全部抽干 抽饱 你在里面有吃有喝 也是不舒服 也可能 对吧 它需要透气 透气 偶了 绝不说你点赞 不点赞 大臭子 老花一 眼花最赞一 白了收拼 喂 嘿嘿 嘿嘿